如果您和我一样喜欢拍摄城市和风光的照片 那么滤镜系统将是继相机镜头以及三脚架之后 您将要投资购买的第四个大件设备 因为这些滤镜要是买全一整套还真是挺贵的 随便算一下就至少要买三片以上了 由于滤镜系统升级换代的几率很低 况且现在已经发展的很成熟了 购买一套用个十来年不成问题 那么在购买前就需要考虑周全 规划一下升级拓展的可能性 就算是未来换了相机系统也不需要去更换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尝试了多种不同的滤镜系统 是时候来给大家制作一期滤镜的入坑指南视频了 分享一下我在购买时的思路 聊一聊圆形和方片滤镜系统它们的区别 在购买的时候该注意哪些关键点 在使用不同的滤镜系统的时候 它们都存在什么问题 您看我这个大大小小的滤镜也真是没少买 每一个的价钱都不便宜 所以交过的学费也不算少了 这其中还不包括已经卖出去的好几个滤镜 这个是我购买过的第一个滤镜支架 虽然我早就已经不用它了 但是还一直留着 记得当时买的是一个二手的 但是非常的新 感觉卖家好像就没怎么用过它 由此可见滤镜系统是个坑 一不小心就掉进去了 当然如果您也能遇到这种合适的二手 强烈推荐大家考虑 当年在购买它的时候 我就研究了有大半年的时间 而经过了多年的演变 目前市场上的滤镜系统可以说是种类繁多 更是让人挑花了眼 从外形设计上来分 目前滤镜系统分为圆形和方片 还有相机内置以及镜头后置四种 在我常用的滤镜当中 方片滤镜它的最大优势就是拓展性极强 可以搭配几种不同的滤镜 多片同时叠加使用 可以自由的调节渐边滤镜的角度和过渡的位置 方片滤镜分为100毫米和150毫米两个尺寸 那如果你买了这个100毫米的系统 那么将来所有的滤镜都要选择100毫米宽度的 保持同一个尺寸 方片滤镜系统的缺点就是体积大 价格较贵 而这个150毫米的系统更是巨大巨贵 圆形滤镜的特点就是携带很方便 因为它的体积很小 根据您的镜头尺寸来购买 最大呢它也大不了哪去 多带几片放在包里呢 也不会觉得很占地 价格呢也比较的适中 比方片滤镜要便宜 那它的缺点呢是在广角镜头上 叠加使用的时候会有严重的暗角 千变滤镜它的调节呢很死板 基本上都是二分之一的过渡 不能够适应比较复杂的构图 无论您打算购买的是圆形 还是方片滤镜系统 那有几个特殊的问题点呢 都需要考虑到 问题一超广角镜头 超广角镜头呢 分为普通平面前镜片和球面的镜片 拿紧这镜头从侧面看 如果这个中间这个镜片呢 它凸出来了 那它就是球面镜片 如果看不到这个镜片的话 那它就是平面的 有些镜头即便让它看起来是球面的 但是呢从侧面看 仍然没有凸腿 所以它仍然算是一个平面镜头 如果很不凑巧 您使用的是一个球面镜 那么150毫米方片滤镜系统 是您唯一的选择 因为这个100毫米的系统呢 覆盖不了 而普通的圆形滤镜 您根本就装不上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后来出现了镜头后置 ND减光滤镜 又小又便宜 但是呢 它仍然解决不了 您在使用C表偏镇滤镜 和GND渐变滤镜的问题 那这也是我在选择 富士8个人16和1024的时候 没有去选择8个人16的原因 因为我呢 已经拥有了一整套的 100毫米滤镜系统 为了这么一个镜头 重新投资一整套的 150毫米系统呢 还需要再单配一个特殊的转接环 似乎有些不值 在购买150毫米系统的时候 您呢 最好先搜索一下这个转接环 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方片滤镜支架 都有对应镜头的转接环 所以在选择上呢 比较局限 需要逆向筛选 因此在高素质的球面超广角镜头 和这个又方便携带 又便宜的100毫米方片滤镜当中 您呢 只能做出舍掉其中一个的选择了 目前的圆形滤镜系统呢 在叠加时会出现 暗角的问题 我呢 有这么两个不完美的解决方案 第一 购买大号的圆形滤镜 比如我的镜头是67和77毫米的 那我呢 就全都买82毫米的 然后用转接环 把它给连接起来 由于这个滤镜的边缘呢 它大于镜头的口径 所以即便是广角镜头呢 仍然可以起到减少暗角的作用 但是对于本来就是82毫米的 超光角镜头啊 这一招可就保释了 圆形的这个磁锡滤镜呢 因为少了螺旋的卡口 所以在设计上可以做到超薄 这样呢 就可以实现叠加多片 除暗角的效果了 但是呢 并不是所有的磁锡 圆形滤镜都能够做到超薄 在挑选的时候呢 您需要注意一下 第二个解决方案呢 是选择超光角的圆形系统 和大号滤镜同样的这么一个原理 滤镜的支架和镜片尺寸呢 都远远的大于82毫米口径的镜头了 自然呢 也就做到了多片滤镜叠加 没有暗角 我呢 最多叠加过三片 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GND渐变滤镜啊 它有软渐变和硬渐变 以及反向渐变滤镜三种 而每一种它的渐变呢 都有不同的档位区别 而这个圆形滤镜系统呢 它无论在档位上 还是渐变上的选择呢 都是极少的 最关键的是 它安装之后啊 中间的这个渐变过渡呢 没有办法像方片滤镜那样 改变位置 方片系统呢 无论是任何一种构图 甚至是光线分布角度 很特殊的时候 都可以做到自由的旋转 或者是改变它所覆盖的位置 第四个问题呢 是C皮尔的旋转调整 现在很多的这种方片滤镜啊 已经做到了 嵌入式C皮尔滤镜的设计 这在同时使用多片滤镜的时候呢 只需要通过支架旁边的这个旋钮 来调整C皮尔 而不会改变G&D滤镜的角度 而圆形滤镜在调整的时候呢 就显得十分笨拙了 所有的滤镜跟着一块转 在购买的时候呢 我强烈推荐您选择这种 嵌入式的C皮尔滤镜支架系统 那么C皮尔滤镜呢 就不需要再单独购买了 问题五 当然就是变显性了 那由于渐变滤镜 是这个方片滤镜当中 体积最大的一个 再加上这个方片系统呢 它在安装上 要多出这么一个 复杂结构的支架 所以无论如何 方片滤镜的整体体积 都要远远大于圆形系统 自然它的变显性上面呢 就要比圆形稍微差一点了 从安装方法上分为 旋转安装 最传统的滑入插片 以及目前最流行的磁铁吸附 我呢最早接触的 就是这个圆形的旋转滤镜 常见的就是咱们用的UV滤镜 像这个CPL 还有ND 甚至是GND 都有圆形旋转的 它的优点呢 就是携带方便 而且呀 很便宜 这类滤镜呢 最适合挂机 不容易掉 之前有小伙伴问我 CPL偏振滤镜 能挂机吗 答案是 能 挂机滤镜啊 指的是大多数时间 都会使用的这个滤镜 普通旋转的这个圆形呢 我认为是挂机最佳的选择 只要是您长期固定拍摄同一类别的题材 不经常换 那就可以考虑使用UV以外的滤镜 作为挂机 但是别忘了 即便是这个CPL 它也拥有少量的减光效果 像我这个镜头呢 它的挂机滤镜 是一个CPL加ND的这么一个二合一滤镜 因为这个镜头呢 它常年就是拍摄城市风光 并且是在三脚架上使用 普通的圆形滤镜呢 也有升级版本 那就是这个磁吸圆形滤镜 旋转安装这么一个带有磁铁的接环 然后就可以通过磁铁吸附的方式 安装任何圆形滤镜了 有的UV滤镜啊 它是同时带有这个磁吸接环的 是日常挂机和同时叠加其他滤镜的好方法 圆形磁吸滤镜呢 也同样适用于购买一个大尺寸的口径 然后搭配转接环的方法 用来避免叠加产生按角 只不过这个转接环呢 它是个磁吸转接环 这种磁吸圆形呢 要比普通的圆形旋转的滤镜呢 在安装上要更方便快捷 特别是冬天在户外戴着手套的时候 您就知道它有多好用了 滤镜系统的快速安装重要吗 不重要 所以无论是哪一种安装的方法呢 也都慢不了哪去 但是呢 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更换滤镜的速度就非常重要了 通常呢 日落的最佳时间只有十分钟 甚至于有的时候光线变化之快 在仅仅的两分钟之内呢 天空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颜色 在这期间如果您想要更换 或者是拿掉原有的滤镜 都是常有的事 那如果您常年拍摄日出日落 这类光线变化快的摄影题材 那么滤镜系统的安装速度 就对您来说有点重要了 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过 一着急换滤镜 拧得太快了 啪 一脱手 滤镜掉到石头上 踩了 所以呢 我好几个滤镜上面啊 都出现了划痕 又或者是那种滑入插片的滤镜 经常呢 是进错了滑到 半天装不上 弄到这滤镜上啊 全是指纹 再抬头 日落美了 所以无论是圆形 还是方片滤镜呢 磁铁吸附的安装方式 是目前来说 最快捷的选择 回不去这种传统的 滑入式插片 还有另一个原因 这也是我最早分享过的 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 在使用这种方片滤镜的时候呢 每片滤镜间呢 都有个空隙 这是设计结构所造成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后来购买了一个 带有遮光罩的支架 这样呢 就可以用黑布遮挡住 侧面的漏光了 而随着滤镜系统的发展 无论是现在这种 带有边框的 插片滤镜系统 还是磁吸的方片滤镜 那这一问题呢 早就已经被完美的解决了 每片滤镜间呢 都不再有缝隙 当然呢 并不是所有的支架 都做到了这一点 在购买的时候 需要特别的注意 这一设计的缺陷 也许并不是每张照片 您都会发现 有漏光的现象 但是如果您喜欢 超长曝光 在直射光线下 拍摄的机会比较多 那么漏光呢 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无论是任何一种滤镜 圆形旋转 磁吸还是方片的 都可以通过转接环 来让一套滤镜 使用在不同的镜头口径上 也是最省钱的方法 当然别忘了 转接之后 镜头原有的镜头盖呢 就用不了了 如果想要挂机的话 需要另外单独购买一个镜头盖 来搭配使用 磁吸圆形滤镜呢 可以购买磁吸转接环 方片滤镜 它的这个转接环呢 通常为支架专用的 所以直接购买 不同尺寸的滤镜转接口 很多滤镜套装呢 会自带多个常用的口径 当然呢 如果是都用这种 普通的转接环 也是可以的 但是呢 这回加后滤镜与镜片间的距离 可能会产生暗角 不过呢 通常我们只有一个超广角镜头 其他中长焦段的镜头叠加后啊 并不会产生暗角 那如果原装的磁吸 或者是支架的转接环太贵了 买这种普通的呢 也许会更划算一点 我发现我这个可调的转接环啊 它搭配任何一套磁吸系统 都能够实现快速的安装 只带这么一个转接环就行了 还挺方便 目前上市场上一些特殊的滤镜 比如说我这个二合一的滤镜 还有柔胶滤镜 甚至于是红外滤镜 大多数呢 都是旋转裸口的安装方式 没有什么太多其他的选择 所以买不同的品牌呢 也不会冲突 但是如果是CPL ND和GND这种常用的滤镜 现在呢 各个品牌的趋势呢 是按套销售 确实相对单片购买来说 价格上比较合适 并且呢 会有多种不同的组合搭配 如果是首次购买 确实比较划算 但是对于已经买过滤镜的人来说 就比较头疼了 不得不放弃 原有的系统 一点办法都没有 这一点呢 方片滤镜系统就稍微好一点 在购买的时候呢 特别是要注意这种 带有边框的 一定要买可以兼容其他滤镜的设计 如果它的边框是不能打开的 那就必须要购买原有品牌的产品 那么就要看它的产品线是否丰富 未来咱们想要添加的时候 能不能满足自己的需求 所以这种开放式的边框 会比较的友好 兼容性更强 况且我还真挺喜欢这种边框设计的 因为每次拿出这个滤镜的时候呢 手会碰到上面的玻璃 周围呢 总会有一圈指纹 那自从有了这个边框的滤镜呢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作为城市风光摄影师呢 我最常用的滤镜是 CPL偏振滤镜 其次呢 是ND减光滤镜 像三档和六档呢 是使用比较多的 十档的减光滤镜 在白天拍摄长曝光的时候 很出效果 其次呢 就是GND的渐变滤镜 像城市中啊 0.9软渐变用的是最多的 目前呢 我常用的是这个磁吸的方片滤镜 以及去年一直在用的 这个超广角的圆形磁吸 那这两套滤镜呢 完美的覆盖了我目前所拍摄的题材 购买滤镜系统啊 要善重 如果您对相机的曝光 还没有很好的了解 那么这笔钱不如留着晚点再花 万一他们又更新新产品了呢 滤镜系统虽然难驾驭 但是呢 也会很上瘾 一旦玩起来就停不下来了 滤镜是前期拍摄 利用人工控制光线的一种手段 在后期虽然可以模拟某些效果 但仍然无法被完全替代 况且前期拍摄长曝光时的那种心情啊 可是没有办法形容 只能您去亲自体会的 感谢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艾迪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旅行和创作呢 两步屋 咱们一起玩摄影